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酒茶,我是norep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9點58分轉59分 沒錯,現在是早上,然後是禮拜一 但是我沒有要講台股,而是要講虛擬貨幣 對,是要講虛擬貨幣 這是...呃...剛剛呢,早上的時候 原本就有在想啦,應該說上禮拜原本就有在想說 要不要特別把虛擬貨幣這一塊給挪出來 而且看著這個週期呢,看大一點 就是因為我本身呢,也會去算是看別人的技術分析的影片 然後因為虛擬貨幣加密貨幣的世界裡面呢 大部分很少在看基本面啦 講基本面的感覺上,有一些流量特別好 但是其實說真的,可能真的比起台股美股這些還要更加沒有用 這是基本面的東西,因為它比較沒有實質的 台股還有一個公司嘛,那美國呢,特斯拉,Apple,亞馬遜,諸如此類 看這些營收呢,或許大公司可能不會造假 那當然就是,小公司會造假 不過就是一樣,基本面這種東西還是有實質的作用啦 我自己覺得 所以說,加密貨幣的世界裡面基本上都是技術分析 所以我就想一個全新的企劃 就是我可能會每個禮拜,可能錄一至兩部啦 至少可能一部 然後都是用天,然後來用看台股的方式 因為我之前分析呢,有時候會用五分K 然後用一個小時,然後用四個小時 然後我自己發現說,好像沒辦法看得那麼透徹 那為什麼用天? 目前你在實驗階段 就是把它當作,因為每個 每天早上的八點鐘是虛擬貨幣的收盤 這是收日K 所以用日K去看呢,我只是給大家一個大方向 給大家一個大方向 那你真的實質上要去下載可能真的 要聽別人的這個想法 那我就是用我在台股裡面學到的 那當然也有虛擬貨幣學到 我是想要對這部影片呢 和之後的虛擬貨幣影片可能就是比較 偏向於說,為了精進自己而去拍攝的影片 那我找五檔啦 那有要分析就是在底下留言,就是看情況 因為每天還是會有台股的分析 對就是,我是為了要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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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很多次,不斷的增進自己的技術分析的實力 而且是,可能真的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因為還是會看別人,然後還是會學一些其他的一些 K棒的結構,技術型態什麼 等等等等 然後後面後面一直走一直走 這條路一直走,走到了好像 用自己的方式好像是 可能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我就開始來講吧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是會有 比特幣,主流的嘛 比特幣,然後以太幣 然後這個好像是現在四組的吧 就是把它丟進去,因為先幾天有人在看 對,然後狗狗幣跟彩犬幣 反正就是講武打 好,講武打 那也感謝大家跟前面聽我的廢話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這個比特幣啦 那我對於分析呢,就是會用比較大週級的去看 然後呢,我認為說哪個地方 應該可以去考慮 可能從空轉多 這邊的結構呢,我才會說可能是比較偏多去看 那... 就是全部以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還有就是我把這個線圖呢 我不要把它當作是 這個... 比特幣 我把它當作是台股的 某一檔個股 就是一天這樣子去看 對,那你會覺得說 欸,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我覺得蠻大的不同 因為其實他們 這樣子看這樣子 但是他因為畢竟跑20小時 所以說他中間還是有蠻多結構 而且會有一些... 差線啊 然後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那有些地方確實是沒辦法去避免的 對,我自己個人沒辦法避免 對,我沒有那麼強 我自己承認我在虛擬貨幣世界裡面沒有賺到錢 他持續還是在... 虧錢 但是在這裡學到的東西 是... 把它給挪到... 台股去做運用 我反而覺得台股好像...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啦 停損很明確啦 然後... 就是... 應該說停損比較明確是3到5% 常常在副盤裡面講 那... 虛擬貨幣有辦法用3到5% 我目前是還沒有看到 因為每一檔的價格 浮動是非常的... 浮誇的 有的... 這個地方看起來只有3% 但實際上是... 非常多% 這樣子 好,剛剛處理一下自己的這個...單子 好,那我們就回來直接講吧 好,直接講 前面講的蠻多廢話 就是一個...序啦 好,就是... 開...開始... 開始講這個... 虛擬貨幣然後... 就是會挪出來 額外去講 額外去講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看一下比特幣 比特幣大致上我稍微講一下啦 就是... 這一段呢,到這一段 我現在看啦 不能說我之前就看對 我之前基本上是沒有看對啦 所以說... 從這個位置6月初啦 到這邊就是完成了一個... 算是... 這個地方算是上些... 上些形態啦 上些形態 然後...是去下跌 那什麼是上些形態呢 我們一樣喔 至少給大家看 這個... 上些形態... 看一下這根圖也可以 可以... 上些... 上升些形 然後向下去突破 向下去突破 所以...就是... 這樣子... 日線結構 就很遠很遠很遠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撐了很多天嘛 然後不斷往上爬 然後一些... 小小的插線插線 然後之後爆疊... 拉上來這個地方 這邊就形成了一個... 算是這裡 就是完美的圖形了 這邊就形成一個完美的圖形 然後去... 尾碟 然後這地方還有插針到它前面的 這一波的... 然後去... 往下... 好...往下... 好...那我們就把這線上掉 好... 這個上掉... 那基本上就是... 這邊的線的部分 要畫得漂亮一點就是... 呃... 算了... 不用畫得太漂亮了 反正這地方是這樣子 然後去往下跌 然後這在它前面... 低點的盤整區呢... 呃... 插了兩根最低點 插了兩根最低點 然後... 我自己也是後面畫的喔 從這點... 畫下來一個... 下降趨勢線 然後發現說... 欸...這地方是有去做... check過的 所以說... 接下來呢... 這條線... 欸...就很值得關注了喔 就... 目前還離蠻遠的啦 然後...欸... 就蠻值得關注說... 看它... 這地方怎麼震 然後到這邊 可能又會不會往下壓下去 就是... 以我自己的觀點... 全部都以我自己的觀點... 好...那現在這邊這個結構呢... 其實就是在走一個... 我覺得是三角收斂啦... 我覺得是三角收斂... 那... 這個三角收斂其實... 這是一個下跌的三角收斂... 但是三角收斂在我自己的認知當中啦... 只要它能夠... 喔...選擇一個方向去突破... 喔...選擇一個方向去突破的話... 那...其實... 就是...會往那方向去走... 成功的話啦... 不要... 我們先撇除一些可能突破失敗啊... 然後... 跌破又拉回來這種情況... 但是... 以我自己的看法是... 三角收斂呢... 在我自己的認知當中... 雖然說它是下跌後的三角收斂... 但是... 以我自己的認知當中... 我會覺得說... 它只要有一個方向出來... 它不管是長... 或跌... 其實都有這個一定的%數... 所以... 所以說... 你能夠在... 譬如... 在這個地方去... 做空... 提早... 布局去做空... 這地方提早布局去做空... 那... 你可能吃到的利潤是從這一段... 可能現在跌一半喔... 中軸的部分... 先... 中間的部分先截掉一半... 然後再來這一段呢... 到這邊的時候... 你再全部賣光光... 這個就是你可能會... 呃... 可以做的單... 或是說你就是賣... 那... 這邊就要回到說... 你要做的單是... 左側... 還是右側... 左側... 就是在這個下山曲線的部分... 就直接空... 因為你非常看空... 非常看空的話... 那是直接空... 那如果說... 你是右側的話... 就是等那個方向... 那... 兩個方式呢... 到底... 有沒有好...有沒有壞... 有些人會選擇右側啦... 喔...有些人會選擇右側的... 這個方向... 然後去做單... 喔... 右側的方向去做單... 但是其實這裡可以發現說... 這邊有一塊壓力啦... 一塊壓力... 如果說當時候... 他真的在這邊去突破的話... 你去做這一波多單... 可能... 這一個... 這一段到這一段的這個... 呃... 站上去之後... 那為什麼我講日K... 就我剛剛前面講... 其實都是早上爬起來... 在看... 這個台股... 所以說他早上8點收盤... 或許他... 剛好收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 我原本看17000嘛... 那如果收在這個17000... 100... 17000...200...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慮去下單... 沒錯... 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就是... 我自己個人... 可能還是可以下單... 那... 我是拿來做練習... 所以說目前呢... 我只能說... 我會去等待他... 走出... 日線級別... 就看的真的很遠很大啦... 目前也是在實施一個... 新的一個... 方式... 新的方式... 那我們BTC講到這邊喔... 剛剛講了10分鐘... 我後面應該要加速一下... 好... 那看一下這個是以太幣... 那以太幣呢... 如果說把他看成這個... 呃... 台股的一些看法... 我就會說... 欸... 這地方是做一個頭部嘛... 做一個頭部... 然後... 他沒有去反向去疊嘛... 沒有反向上來去疊... 那目前這邊這個階段呢... 呃... 我就把他看作是... 我從這地方開始往下拉喔... 我把他看作是一個大型的... 大型的... 三角收斂喔... 先看成大型的... 所以說... 呃... 我畫的這麼大... 那基本上可能就直接會... pass掉這一檔... 可能會直接pass掉這一檔... 因為... 如果說我把他看作是... 日線的一個結構裡面的話... 會發現說... 最有可能... 最有機會的低點... 還是會考慮在... 藍色的線... 藍色的線... 才考慮說... 欸...他可能是一個... 知識的存在... 可能是一個知識的存在... 但你要說... 要再畫C點... 當然也可以嘛... 在畫C點就可以發現說... 欸... 這個地方是一個... 突破了... 下降趨勢線的位置... 那突破下降趨勢線的位置呢... 就是顧名思義是... 他突破了這一根... 你去做單... 然後呢... 你的這個... 虧損可能就要放... 放在某一個... 呃... 支撐... 然後或是說是壓力... 那我可能自己看... 日線結構可能放在這個地方吧... 只是現在這邊... 差不多這個位置... 可能會有一波... 小撐盤... 那當然這個撐盤呢... 一樣就直接... 很阿沙利的... 先直接看一下這個地方... 好啦... 中間這邊... 前高點...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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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塊壓力... 所以... 現在要關注的... 我現在此時要關注的... 就是這個點... 能不能夠去守住... 那... 現在能不能夠下多單... 我覺得是可以啦... 那... 就是... 也有可能會失敗... 只是說... 我們看日線結構的話... 看起來是... 有那麼一點機會嘛... 有那麼一點機會... 因為下面插下去三根... 然後... 下影線部分上來... 但... 下一層呢... 我會直接... 直接看一下這個藍色的地方... 就會這樣去... 做觀察... 所以說... 現在的這個下降趨勢線呢... 我是這樣畫下來... 那目前呢... 是... 剛好是連接這個點... 然後我略過這個點... 然後... 剛好是卡在這個地方... 主要是第三個點呢... 剛好... 以日線結構... 剛好卡在這個點之後下來... 所以說... 如果說真的要... 決定說要不要做單... 更加... 穩妥的方式... 可能就是要... 真的是... 持續去等待... 那機會真的可能不多... 以日線結構的話... 機會可能真的不多... 因為... 以我剛剛這樣看的話... 可能可以進行一些... 小幅度的一些... 可能... 小結構的... 看多... 那... 大結構的要去看多呢... 還是必須越過這條... 所以我目前自己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問他中文名字叫什麼... 那我目前貼了一條... 痾... 橫向的線... 然後這條線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主要是... 這邊的... 開盤... 這邊的收盤... 然後... 然後... 撐在這邊... 然後還有這一根的收盤... 是收回去... 然後這根的下來... 當然這邊有穿線... 穿線的部分都不講啦... 因為可能是... 小的必能... 很常會這樣子啦... 然後再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又沉住... 這個地方... 又有進行著墨... 所以說... 蠻多這個收盤架... 主要看收盤架的位置... 然後... 再來就是... 11月25號... 高點... 然後... 11月26號的高點... 一樣碰這個地方往下... 所以現在這一檔個股呢... 他是... 如果說看成日線的話... 他是形成一個... 就是... 往上... 走的... 這樣子往上走的一個... 走勢... 然後呢... 這個... 再反彈的這一波呢... 沒有再過高嘛... 所以他是往下跌... 那跌下來這個... 散陣曲線的部分... 就是他最後的... 多放防守線... 然後... 如果說我會張貼的話... 我在台股裡面... 我在台股裡面會... 這樣子... 往下再去... 多貼一個... 一小塊... 這樣子... 到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 那... 可能是有機會... 可能是有機會... 就是... 先看這個地方... 這個散陣曲線部分... 守住的話... 如果說以日線的話... 今天... 不要... 就是在這邊盤整... 然後如果說... 今天日線結構... 收在這一根線裡面... 這一條線裡面... 我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可是... 現在日線開始要收嘛... 可能要到明天八點... 現在早上... 才經過兩個小時... 就直接暴跌到這邊... 所以... 會不會往後面的幾個小時... 都是在休息整理... 也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 持續到明天... 如果不雜破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 那... 狗狗幣的部分... 那... 上面這邊的結構是... 所以說我這邊畫一條下來... 那... 發現說他其實... 穿線呢... 也是蠻嚴重的... 然後我自己是沒有... 目前沒有看得非常非常透徹啦... 所以說... 我就簡單講... 粗略的講說... 如果說看下一個... 比較有機會的大支撐... 我會看到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 這底部就不看了... 因為這邊撐得比較多次一點... 底部就不看了... 所以說... 目前這邊是有... 穿線的部分啦... 但是... 其實這個... 我也不確定畫得... 所以說我先拿來講... 因為... 狗狗幣其實就是... 蠻柔韻配的Elon Musk... 就是他講了一句話... 推特講一句話... 突然就往上爆衝... 所以說... 他算是比較... 活潑... 比較活潑... 那比較能夠關注到的一些... 點位是這個地方... 然後加上這個地方有撐住... 又回去嘛... 再來就是這一根也有撐住... 再來就是... 11月9號... 這個上影線也有到... 所以說... 他這一波啦... 上漲應該是... 比較... 主流一點... 應該是會回調到這個地方... 然後去往下... 那當然他如果說... 沒有辦法這麼強勢的話... 就把他放出下降趨勢線去預測他... 他下一次... 可能到... 搞不好到達這第三次之後... 欸... 往下跌... 然後... 這個地方就可以check嘛... 這條線是有效的... 再來是第四次的地方就去空嘛... 因為可能... 欸... 有一大段可以去吃這一段... 所以說這些幣呢... 都必須去找出來... 然後... 他下降趨勢線的部分... 我認為這條線是... 值得關注的... 他還是有效的齁... 但是... 在於說... 他這邊是有... 我覺得啦... 他這個下... 他這個收盤的位置... 其實也收的蠻... 漂亮的... 主要感覺上... 我自己個人感覺... 他是有收在這個下降趨勢線之上... 不過是收在附近啦... 把他當作支撐... 然後... 這個地方就是... 故意去有點雜破... 然後回來... 撤第二隻腳... 那這個部分... 我就沒辦法看那麼清楚... 我自己個人... 是沒辦法抓到這邊的單... 我會覺得說... 他應該是... 收破了... 除非說在這一根... 早上這一根... 這個11月23號... 早上8點的時候... 然後我去... 直接收盤內順去做多... 他又翻回來... 然後... 然後... 可能他有機會吃到這一段... 不然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 不過... 全部... 我現在都... 全部改用... 一天去看了... 那... 可能看得比較... 不會那麼著急... 先試試看... 然後... 也是主要讓我自己... 學習... 然後我們最後看一下... 這個... 採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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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 11月11號... 這一個位置... 有去做... 像是壓力測試... 這根跌破嘛... 這個做了兩天的壓力測試... 兩天喔... 兩天卡到這邊喔... 然後他一天是20小時... 所以兩天其實蠻重要... 然後這條線也是有測住... 測一下... 然後去往下爆點... 測一下去往下爆點... 所以說目前呢... 我認為他整體的趨勢來說... 對於我來說... 他應該是往下去走... 他是往下去走... 然後... 我會把藍色的這條線... 當作是他的一個... 防守線... 蠻多收線的部分都收在這個地方... 收盤的位置收在這個地方...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 如果說你硬要抓一個區間的話... 可能目前這個區域... 也算是啦... 也算是... 加上這些下影線的部分... 這個區塊就是他的一個... 壓力的一個... 呃...範圍... 範圍... 所以他整體目前是蠻看空的... 就是如果說他有再長回來這個地方呢... 就是可以考慮去做空的一檔標的啦... 整個是蠻看空的... 但是... 以日線結構來說呢... 是... 的確是蠻看空的... 日線結構... 然後他之前撐盤是撐在他低點的位置... 所以他現在的結構其實跟... 比特幣有一點相像啦... 就是說他... 暴跌下來... 然後做三角收斂... 但是三角收斂呢... 我自己說嘛... 你左側呢... 如果說你空間利潤大的話... 你可以考慮看看... 如果說到這邊就算了... 到這邊才去空就算了... 你也想說他有可能會突破... 所以說現在呢... 你只能去等待他走出一個方向... 要嘛這樣子嘛... 要嘛這樣子... 看自己... 那空方這邊是有一個位置... 可以考慮看看... 就是他在昨天或是今天這個位置... 上一到兩步啦... 如果說... 有人要復盤的話再說... 因為目前還是主要用台股去看... 那... 這個日線結構... 我也在學習... 所以說只是拿來當作參考用... 然後... 讓我自己... 跟金金我自己私利... 看我能不能夠... 用台股的同一套方式... 然後辦到... 虛擬貨幣來做使用...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非常感謝大家觀看... 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再次這次分享... 我可以了解一下... 我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陳志啤梁...